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春明 他的最新长篇小说 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 在昨天前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了 陈柔静的大港的女儿 这是对于台湾历史上面 女性经历的一个面向的描述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黄春明的这部小说 因为在主题上面 彼此是相关的 虽然背景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尤其是阶级身份不一样 不过这都是对于台湾女性 历史影像的一种切片 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呢 这时间是放在1950年代 伊兰的罗东小镇 秀琴是太和料理店店东的女儿 天生丽质 脸上总是挂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骚动着在地男孩子们的情愫 有一天 她生命有这个激烈的变化 来自北投的台语电影公司 到料理店里面来用餐 说笑之余呢 他们就怂恿 让秀琴去当电影女主角 然后在电影公司的右片 看黑道角头的胁迫底下 签下了电影的片约 没有想到的是 秀琴要去演习 有一个困难 困难的地方是 她内心深处无法认同 她要演的这个酒家女 艳红的角色 现实跟虚构的冲突 严重影响了拍摄的进度 所以电影公司在夜间 安排公关酒摊模拟情景 半哄半强迫 让秀琴慢慢的入戏 就在那个酒摊当中 秀琴慢慢放下心魔 电影看起来是可以顺利的复拍 可是这个时候 小说进入到 后半段又有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介入的因素 而改变了秀琴的命运 黄春铭自己为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序言 序言一开始就提到2019年的10月 他出版了一本小说 跟着宝贝而走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为大家介绍过黄春铭的这部小说 可是很短的时间之内 2020年的3月 他又写成了这一本 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 他特别自己这样说 这对一个80有6 黄春铭已经86岁了 而且呢 几年前罹患了淋巴癌 经过了6次的化疗 身上的毛髮掉光 四肢骨瘦如彩 胸前肋骨像楼梯一样 而且又是一个无耻之徒 牙齿都掉光了 对于86岁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 的确非常非常的奇特 他说 他带着幽默的口气说 好在原本不怎么听话的我 竟然变成回命是从的老奴 听谁的呢 乖乖听医生的话 另外呢 加上老伴林美英小姐 则是黄太太 细心的照顾 把本来已经往 另外一个世界 民土上面奔走的 黄春铭给拉了回来 可是命捡回来了 又能怎么样呢 除了加入高龄社会 无法生产 影响经济 减少国家的税收之外 又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大包袱 这个时候自己陷入了矛盾 整日忧郁愁苦 想之又想 突然想再动动手指头 再撕一些丝话 配上几个字 作为站在没有时刻的月台 打发时间 这里提到两件事 一个是丝话 丝话这是黄春铭 他在中年的时候 非常特别的一种 美术的创作 他主要用的是 当时的阅历纸 因为阅历有彩色的照片 彩色的图 而且用完了就丢掉 那就把彩色的纸上面 他要的颜色 撕下来 用撕的 然后再把它贴 就贴出了一幅一幅 有着一种特殊同趣的 艺术的作品 另外讲到的是 没有时刻的月台 没有时刻的月台 是黄春铭的一本散文集的书名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说 在化疗之后 生命延续下去 他想要做什么 他想要用这种方式 做一个丝话 这丝话叫做 病中作乐 死不闭嘴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任何东西一找到的头 就像握住了一条网绳 只要有志 一步一步把它拉提 能捞到多少另当别论 但最终就可以见网章目 记得起头的第一幅画 斯阿贴阿 想呈现出 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 坐在堪坑路途上的 一颗石头 问时间 说我还有多少时间 时间就回答他说 还有多少时间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还能做什么 于是黄春明 问自己 我还能做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能 若不经风 就拿自家 没有电梯的五楼 黄春明住在台北 黄西旁边 在公寓的五楼 八十几岁了 每天上下爬三四趟 就去喘吁吁 那你还能做什么 体能不行了 可是脑袋还在 脑筋未产 虽然有一些字 会忘掉 可是查一查字典 还能够捡回来 另外对过去的一些人 事物 也留下了不少的记忆 特别是早前的想象力 和创作欲旺盛的时候 可能创作成的作品 在心里面打了复稿的 大部分都还记得住 有关这一点 要做一些说明 黄春明的说明是什么 一般创作的人 平常一抓到灵感 除了即刻提笔书写 不然就是先留下笔记 写成草稿 可是他的习惯 跟病人不一样 还看到 会想到什么 可以写的 最多只是把题目 记下来 至于要怎么写 怎么发展等等 他不是用笔记 不是用写草稿的 记在心里面 成为副稿 有空闲就想想 有所变动 也在副稿 毫无痕迹的修改 而且呢 这是认识黄春明的人 都知道 他的特别的习惯 他喜欢讲故事 那他讲故事 也就是把 他想到的这些 作品的副稿 念出来 讲出来 有的时候讲给家人听 有的时候讲给朋友听 他说 其实我很注意 当时听者的反应 但受到讨喜的时候 我就知道 诶 这个稿子是可以的 这个小说是可以写的 就因为我这样的 写作习惯 很多认识我的友人 都会说 黄春明很会说故事 或者说 黄春明很爱说故事 就因为智能未产 许多过去留下来的副稿 都在脑子里 都在记忆当中 有的在回忆的过程 还可以跟着 外在世界的改变 和当时的想法 将原有的副稿 做了一些改变 这也就是 他之前说写的 跟着宝贝而走 这他很早以前 就有过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放在脑子里面 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等到他真的 到了2019年要写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 整个时代跟社会的背景 移到了当下 移到了当代 而不是一种 过去台湾社会的背景 呈现的方式 可是这一次的 秀琴 这个爱笑的女孩 他则是保留了 让他是在1950年代 而且是黄春明自己最熟悉 他的家乡 伊兰罗东 也因而就产生了 这两部作品当中 最大的差别 跟着宝贝而走 因为要写当代 尤其要写当代的年轻人 坦白说 其中很多地方 难免就有所隔阂 可是相对的 那样武力年代的 伊兰罗东 当我们看到被从黄春明的记忆当中 搬出来 变成了文字 描写出来 他就格外的生动 而且格外的感人 我们继续看 他说 我现在仅有的就是 未完成作品的一些副稿 当然 人一走了的话 如果离开了这个世界 留在他脑子里的副稿 也就消失了 所以我说 我现在还能够将副稿 述出于文字陈述的话 那时 他把它称之为叫 老屋清仓 老屋呢 这个仓库 是他的大脑 他脑子里面的记忆 清仓呢 是把这些记忆当中的副稿 写下来 留下来 2019年10月完成 跟着宝贝而走 那是20多年前 就有的副稿 接下来这本 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 副稿更早 有30年以上 因为他牵涉到 当时台湾的台语片 黄金时代 到了2020年3月完成的时候 特别是后头的结尾 有了三分之一的改变 原来秀琴天生貌美 去当了台语片的女明星的时候 受到欺诈 而违背了契约 为了替父亲缴交 200多万的贷款 就答应一位相差他 46岁的老富商 作为排在第三位的小妾 可是在户籍上 一直受到老大汉老二 指的是大老婆二老婆的阻碍 使得秀琴呢 没有办法入户到妇家 虽然有房子住 暗月有一些钱花 因为秀琴长得再美 老先生其实也不来劲 所以生不出小孩 秀琴的妈妈 比他的女儿更急 就教他要怎样勾引诱老先生 指的是到床上的事情 教他虚假 多加赞美老人家的房事等等 那这些话 在原来他所要想写的小说里 当然就是故意 让母女之间不得不去 有这些内容对话 两个人都觉得很尴尬 那所以最后呢 秀琴就只好每天打牌 二三年之后 这本来少女时期 那么美的秀琴 就胖到连同学都认不出他来了 最后 这是原来的副稿 本来黄春明要写的小说 他的结尾应该是 秀琴中风趴在牌桌上猝死 小说的结尾 一定时间的背景 是在七零年代 台湾社会人潮的移动 年轻的往都市 或者是劳力密集的加工厂的 卫星城乡 特别是大都市的台北 大部分的路 尚未拓宽 人潮汹涌 新旧重叠的怪事 层出不穷 为什么在节目当中 就把这个结尾念出来呢 因为这不是剧透 这并不是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 这个版本真正的结尾 在结尾上面 黄春明做了大幅的改动 所以我们可以先知道 他本来要给秀琴 一个什么样的结尾 这不影响大家读 小说的乐趣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台烟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见台北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是 黄春明的最新长篇小说 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 黄春明替这本小说 写了一个序言 这个序言其中有一段 非常有趣 因为他在告诉我们 这个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部分 或者是说 本来在他的心里 他打的底稿 副稿 以及过去三十年来 他曾经跟家人朋友 讲过的故事 可是等到他真的要把它写成 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 他后来把这一部分的结尾 改掉了 可他舍不得 被他自己丢弃的这个结尾 为什么舍不得呢 因为这个结尾写 70年代的台湾社会 他对于70年代台湾社会的 光怪录虑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些记忆 所以呢 没有写在小说里 他就把它写在这个序言里 什么样的事情呢 例如说北投的公管路 靠近菜市场 一边有大水沟 一边有山 路很窄 摩托车 拼装车 卡车 公共巴士 计程车 脚踏车 还有最原始的双脚十一路 就是走路的人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把路塞的 根本就看不到路的踪影了 那当时他本来要写的 秀琴呢 是住在四层楼的公寓 就树立在一山的路边 出入那个时候 四层楼的公寓 当然不会有电梯 只有非常狭窄的阶梯 而且那个时候呢 不盛行火葬 所以秀琴中风趴在牌桌上面 猝死之后 怎么办呢 他的法师 依照传统的规矩 尸体必须要放在 听头的官就当中 然后呢 要根据秀琴的八字 跟他的命底 还有呢 跟他有关的人的八字跟命底 找出不相克的时辰跟日子 棺材才可以出兵 根据这些普化仙跟专门为 智商做法会的黑头老道士 他们对照 所以秀琴出病的日子 要等七七四十九天 辞职农历六月 时辰要待当天的晨时 晨时呢 是上午七点到九点 这下可好了 一个尸体要放在四楼家里面 一个半月多 尸体在棺材里 都将变成了湿水 如果装尸体的棺材 需要三四天或一个星期 那是常有的事 棺材店为了湿臭跟湿水不外露 他们有办法 把棺材板衔接的缝隙 还有头尾两端的一个小出气口 密封酸死 这叫做怕烫 棺材店遇到鬼 是常有的事 棺材要打筒 怕烫 经得住一个多月的胜数 那除非棺材是铁打的 那个时候 单单空壳的棺材 要吊上四楼的公寓 所引发的麻烦 就不止上下的搬运工人 被阻在路两头的群众 看悬在半空中的棺材 翻来覆去 吊车倾斜一边的尖叫 吊车的操控驾驶 也只能够听命尖叫声 把吊臂收回成为锐脚 因为动作过急 悬控的棺材 又摔到另一边 吊车又向另一边倾斜 以至于轮子都翘起来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不行不行 吊车不够大 要换更大的 问题是 如果你要更大的吊车 台北都没有 你得要到基隆港去找 在众多围观里面 钻出来 这种人叫做高见者 因为很会说 在旁观在那里评论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如果用闽南语 形容他们叫做 十岁高卡城了 最后呢 只好原班人马 和原来的吊车 把棺材弄进去了 这一点也是过去的台湾人 具有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旧有的副稿 旧有的副稿呢 此片的高潮 是放在小说的最结尾 等到秀琴死了 空棺材搬到了公寓四楼的情况 惊险到叫人心脏 简直要蹦出来 或者是让人感觉到窒息 49天之后的晨时 早上7点哦 还是原班人马 跟吊车 这个时候 是尖锋时间 大家要上班的时候 那这个路上 堵塞的情况 不用说了 而且棺材更重了 这个时候 十分肥胖的秀琴 在棺材里 从天上 四楼 要搬下来 要出病 何等 万分惊险 而且呢 棺材已经散发出一股 淡淡的腐臭味了 那还有 当时影响 千千半半 有四颗老凤凰木 很不得不 通通被锯掉 终于克服难关 让棺材着地了 这本来小说的结尾 是有人感叹的说 哎呀 这是秀琴的庇佑啊 这是这部小说 早前的副稿 但是经过三十年之后 陈书完全改变了 黄春明自己说 变得好坏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这里说明的是 副稿比草稿 或者是笔记 要方便多了 因为随时可以改 然后呢 你只要在脑袋里面 甚至在说故事的过程当中 跟人家讲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 胡稿瞎稿 你就可以立刻 改变了 虽然结尾改变了 但这个小说贯穿的 一项内容 没有改变 那就是台语片的 黄金时代 作为小说的背景 秀琴原来是 太和料理店电动的女儿 但关键的是 这家料理店 开在戏院附近 所以黄春明 也用这种方式 帮我们描述形容 当时戏院的一些 非常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电影院里 会播放香港电影 可是香港电影呢 是讲广东话的 那这个电影呢 是打斗片 叫做扎世雄 到了这个打斗片 玩场擅长的时候 也就是 太和料理店 晚餐之后 一楼的一段小宵夜 那个时候呢 台语并没有被禁止 之前一小段期间 日本片美国片 通通都可以放映 不过 没有字幕 为什么没有字幕 那或者呢 就算看得懂 这个念字的速度太慢了 跟不上字幕 所以放电影的时候 就要有辨识 这个辨识呢 坐在荧幕的右手边角 一个小桌椅 看着画面 说故事 跟翻译片中的对话 但是呢 他所说的话 都不是执意 或者是意义 全部是自己瞎掰的 也因为他瞎掰的 不分悲喜 经过这个辨识说明 所有的内容跟情节 都变得很像 所有的人都看得懂 都能够看得进去 不管是哪一国的影片 需要旁白加说明 对这个辨识来说 都不成问题 而且他的解说的内容 还可以让票房加分 这个扎实熊 一共三天演六场 最后一场 对于一个辨识来说 已经经过五场的演练 那这是最精彩的时刻 这一场也是观众最多的一场 这个年轻人特别喜欢 这个叫做赖辩士 他编出来的话 上一部美国片 有一段整排的长腿美女 在影片中的舞台 勾手串成一整排 跳着康康舞 这个时候背景音乐 是法国的家和舞曲 这一整排十二位长腿美女 只穿三脚裤和胸罩 他们随着四拍子的音乐 跳到每一节的第四拍的时候 整个单脚的大腿 整齐的高高抬起 这样的动作 是配合旋律跟节奏 但是呢 我们的赖歪嘴 这个辨识了 透过麦克风 鞭齿大声唱出 意思是说 我的三脚裤给你看 而且呢 唱的音韵都很搭调 以至于这些人 这些观众 年轻人看完电影 他们时不时就不自觉的 跟着吭这个调子 然后唱出 这个辨识所编的歌词 然后到了这一晚上的扎士雄 赖歪嘴 这个辨识 又有新创的几段话 主角扎士雄和几位歹徒 在恶斗的时候 扎士雄一拳打出去 再怎么看 拳头还插歹徒的头 有四五公分的距离 这歹徒竟然就像到 受到了重击 往后翻倒 观众当然都看到了 赖变士马正就搭嘴骂说 你骗鬼 我不要打到你 你就打了 这个被打翻的歹徒 倒下的时候 撞到了不紧的山壁 整个山壁呢 都动了起来 这个赖歪嘴 紧接着又说 没打到就是没打到 不过 弄得很厉害 整粒刷都顶弹 这种因为成本的关系 舍不得剪掉的NG片段 经过赖歪嘴 辨识揭穿的同时 那观众热得不得了 就回报已 热烈的掌声跟笑声 也就变成了 这个电影的精彩片段 赖变士几乎 完场散场之后 都会到泰河 去吃一盘炒面 喝一杯酒 临桌的客人 特别是中老年人 尤其是如果有几个人一起 他们就最喜欢 能够跟这个赖变士聊天 有的时候是客人 要辨识过去凑一桌 也有客人拼过来的 一聊的高兴 不管是陌生的 或者是熟人 常常会替赖变士买单 有人偷偷的笑着 说要是他是赖变士 他也会去泰河吃宵夜 这就是那个时代 那样的一种电影的气氛 这是黄尊明这部小说 除了写秀琴的遭遇之外 最重要的 替我们还原了 那样的一个社会情景 那样的一个行业的细节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我等一下顺路载你回去 不好吧 你刚有喝耶 哦 我还很清醒啦 只喝一点点而已 我们没醉 不行啦 现在酒驾被抓到啊 连乘客都会一起被罚耶 哈 没错 酒驾新规定 酒后驾车出饭 提高罚还金额 最高售罚2万元 同车乘客也会一起售罚 最终罚到3千元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